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高的期待目标价 股价后续怎么观察 我想ABF载板我们也都讲一段时间 我想不知道大家对载板的产业到底懂不懂 我们这边简单来讲一下ABF载板 ABF载板基本上我们知道最近的晶圆代工非常夯 为什么载板在这几年 在这两年突然喷出来 其实跟先进制程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先进制程其实对ABF载板的需求就非常大 你从这个图里面上面 你再可以看到这一个ABF载板基本上 它是在晶片 然后跟印刷电路板中间的一个夹层 等于说我们晶片出来之后把它封装在载板上面 然后透过载板 它能够再把晶片上面的各种电路 再去跟印刷电路板做结合 所以光这个载板的部分 其实把它封装上面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打线封装 一个叫附金的封装 好 那你就知道说现在的晶片 在这个IC代工厂做出来 一定要有载板这个东西 它才能够跟印刷电路板去做结合 所以你就想到说它的需求就会非常大 那再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ABF载板它弄上来之后呢 它最主要用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它是用在我刚讲的 电脑上都要用到中央处理器CPU 然后现在又多了这个绘图晶片 所以这个绘图晶片 这个GPU的部分它也要用到 那另外呢我们知道这几年 未来几年还是一个大成长趋势的 就是属于云端产业 所以资料中心这一块 伺服器的晶片它也需要用到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基地台的晶片部分 还有人工智慧5G等等AI晶片 它都需要用到载板 而且使用到的层数都不一样 比如说到后面的这个基地台晶片 还是AI晶片这边所用 使用这个ABF载板的这个晶片 从6到10层变成多少 8到20层 那人工智慧晶片呢 从10层到20层 所以用的层数多 那当然载板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球ABF载板的这个市占 供应商的市占里面 我们这边大概来看一下 我们台厂里面的星星 它全球的市占就占了21% 所以星星在最近拉涨停 不是拉假的 再来景硕占7% 那南电占了15% 那其他就是日本的厂商 或者国外的厂商 那这ABF载板的市占 那在我们ABF载板里面的台厂供应链 我们来大概可以看一下 在星星跟南电跟景硕 在ABF载板的部分 占它的营收比 星星ABF载板占它的41% 南电占50% 景硕占25%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南电的股价 是载板三雄里面股价最高的 的原因在这边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给各位做个总结 你可以看到目前ABF载板 它这个产品的营收占比 其实比重最高的 我们刚刚看到获利贡献也最大 我们请导播回到上一张PPT OK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星星 它的ABF载板的主力应用 是用在这个中央处理器 还有用在这个绘图晶片这一部分 南电它的ABF载板的主力应用 是用在网通产品跟伺服器的产品这一块 景硕它最主要是应用在这个 基率台的这个部分 从明年法人他预估 他们各自的产能 星星在5500万颗 南电是在3600万颗 另外景硕是在2600万颗 就是它的月产能 从月产能来看 你可以看到 当中是以什么 星星它在明年的月产能是最高的 在今年他们各自的获利预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星星的年增大概有113% 今年EPS预估是8元 南电是13元 景硕是6.5元 可是我们发现目前的股价 当然南电它的EPS获利最高 它的股价也最高 不过景硕看起来它的EPS 并没有比星星来得高 可是景硕的股价却来到250块之上 换句话说 星星跟景硕相较的话 未来就还有什么 比价的空间 OK 讲完ABF载板 我认为在这选股当中 你就可以留意了 以南电它就是ABF载板的比重 是占它营收最高的 那获利的贡献目前也是最大的 景硕呢 ABF载板的扩充产能比率是最高的 成长动能也是最强 因为成长动能最强 所以为什么它现在的股价 会优于星星的缘故在这边 我认为星星跟景硕的比价空间 也拉开蛮大的 所以我认为星星跟景硕 我认为都在接下来 应该比如说它的本益比是最低 市占却是最高 因为它第三季的获利又超乎预期 所以我认为它接下来的 落后补涨的行情还是会有的 所以这个是从有营收 有题材甚至接下来 有更高预期的一些成长方向 带大家来做追踪 好我们休息一下掌握时间 稍后回来要看到10月份 营收的抢线报